大家下课再回家吧 现在还找 对面有两个课不知道坐不坐车去玩一下 搭车吗妹 搬起来搬起来搬起来吧 我刚刚再不车 搬起来好凉的啊 上面还有人在等车 去玩一下要不要 搬起来嘛 给人凉凉 哎呀 三小门记 长落了 哈喽 大家好啊 我是小冬 现在上午10点 刚从现场回来啊 今天是敦午节 祝大家敦午节快乐啊 啊 现在刚回到镇上去买一点东西回去 买粽子 敦午节我们这里吃粽子 但是今年没有包粽子啊 我妈说 没有心情包 然后就没有包了 可能是我爸还没有出院吧 所以他没有什么心情啊 老爸住院有半个多月了 今天敦午节学校放假 连礼拜天 礼拜六的话一共三天 哇 超市好多人啊 不知道有没有种植卖啊 然后我们下来吃粽子 我们下来吃粽子 真的有点 我们的就是给人家吃粽子 我们下来吃粽子 超市都没有看到有种植卖 往年都有的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找不到 好了 出去了 买点菜回家 家里没有炸鸡 买一只烧鸭 好久没有吃烧鸭了 买了一整只 一大只 吃到够了 尽量买多一点吧 要不然有些网友又说小冬太小气了 买一点点 以后我买东西就尽量买多一点吧 要不然有些新网友啊 刚看我视频的那些网友就说小冬 太小气了 买东西买一点点都不够吃 是吧 就像上一期视频买那个肯德基一样 真的被好人哼我 一些新观众吧 可能 说实话 那个肯德基 一百多啊 一百一十九块钱啊 里面包括一大袋玩具的啊 啊 有些网友说太小了 买的都不够吃 而且我还抢着吃 两夫妻抢着吃 没有啦 如果我们不吃的话就小孩吃 他也不开心是吧 我们是陪他吃啊 一起开心就好了 最近花钱油流水啊 有些网友就知道了 老爸住院还没出院啊 花差不多将近三万块钱啊 过几天才能出院啊 报销之后也要花一万多 所以能想就想吧 是吧 真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烟贵啊 就像上一次我五一的时候 麦当劳开张 我们现场 那时候我买了两大份啊 吃到够啊 是吧 将近三百块钱啊 所以 不过也有 也有网友说 小冬你买那么多 两夫妻干一天活 都不够吃一餐 就说 你做什么怎样做都有人说的 是吧 不过上一期视频确实少了一点 看上去就一个汉堡 是吧 有一大袋都是玩具 老婆大意了 应该买 不要玩具 买另一个套餐 你说够吃的话 三个人 你买个四百块钱都不够吃 我吃了很多了 说实话 是吧 好了 现在回家了 昨天晚上半夜 接到广东老板 打电话给我啊 叫我回之前 那个压厂上班 之前我不是在那个压厂 做维修电工吗 宅压厂啊 有些网友就知道了 有些老铁就知道了 然后我不做了吗 他现在招不到人了 招不到维修电工 因为很多人都受不了啊 因为是蔬菜厂嘛 现在招不到人 开价六千五百块钱 月薪给我 包之包住 我说我不去了 现在在老家 在老家 接点单做 上游老下游小的 不方便去太原工作 有些网友就知道了 我也是经过很多思想斗争 还有努力才能留在家乡的 到村里了 村里空荡荡 没什么年轻人在家 很多都去广东打工了 到家了 那那栋楼就是我的 别墅啊 几百平方 现在这两三年流行一句话 在老家 在家乡 能够养家糊口的 才是牛人啊 到家了 不说了 干饭干饭 还很热这个鸭 春午餐啊 各位兄弟姐妹 本来想切开 你已经说不用切了 你长着这样砍才过瘾啊 开个一整只砍 你要吃这个 这个啊 行 怎么吃是辣干锅 加点油脚 哦 那么带着 蘸一點汁 蘸一點汁 那個肉 肉那個麵 蘸肉那個麵 肉有縫隙可以蘸上去 可以哦 讓老爸吃個牙包 好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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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很辣 這些鴨油我覺得好香啊 嗯 很燒鴨皮 好多肉 好多肉 嗯 好多肉 高點給你媽 做一下好多肉 小哈這個給你了 我不要 給你媽媽給你不要耶 哦 不要 老媽說屁好吃 我要買個瓜 因為我不想吃 很膩 哦 這個給你媽呢 我想吃阿熊 不用 吃阿熊瓜 來 吃到夠 好 好 來 炸麵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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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皮剥掉,好不好?你要吗?我不吃皮 不吃皮吗?比你早要好吃 嗯 难怪你一百五还没饱了 慢慢吃了,我要吃面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完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拜拜 嗯,好吃 嗯,好吃